我們來看看這個第四個教學錄影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 那這個區塊裡面其實有蠻多還算好用的工具 我自己就是你現在看到我教學現場 其實我主要是用第一個 第一個 那我常常第一個會搭配這個有沒有 這個遠遠的我是搭配第二個 就錄影是一個程式 然後你現在看到遠遠的這個是另外一個程式 當然兩個你可以把它互相連結在一起也可以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你可以先看看 先用比較簡單的 你可以用這個所謂的LOOM LOOM這樣的一個錄影工具 那這個工具你只要用學校的信箱 就是使用EDU這樣的信箱 它就可以錄到1920x1080 如果你是一般的.com的 或是非學校網域的 就是1280x720 那這個對我們在教學現場來講的話 其實是還蠻方便的 因為我們今天錄影完之後 我們的LOOM L-O-O-M 這個它還有什麼 線上就是你的影片 它會直接傳到網路上 那同學有沒有看 老師會知道 所以它會有一個統計 當然老師當然也可以搭配 比如說學校裡面的所謂的數位學平台 我們先看一下 用這個是比較輕量的 老師可以用它來做錄影 它也有所謂的 就是流氧器的版本 我們先看看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已經放在各位下載的軟體裡面了 所以你點進去之後 點進去之後 有一個有沒有 教育版可以免費升級的 那如果你不是教育版也沒關係 一樣還是可以錄 好不好 OK 給你試看看喔 你先把它安裝起來 那如果你想要試看看網路攝影機有沒有 沒有網路攝影機一樣可以錄影 錄螢幕上的畫面 但是呢 我有多帶兩台 如果你想要試看看的 你可以拿去用一下 我有兩台 一個是有廣角 一個沒有廣角的 有沒有同學要試一下 不喔 我來被企劃買了 沒有 你不能 老師要用這個 這個 看你啦 好不好 你裝上去也可以轉到別人嗎 可以嗎 轉到你對面的 OK啦 沒關係 你有需要馬上找我一下 你先把軟體裝起來 好 那各位呢 你點開這個的話呢 它會就是出現舊版本 所以就繼續下載 事實上它那個版本升級很快 到現在都還沒有1.0 你知道嗎 都還在0.7級而已 好 那我把它的選單拿出來 你就知道我藏在這裡 有沒有 其實平常是在這邊 那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來 我點開這裡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呢 它會有請你先註冊 好 你看 往下走 我有把一些情境弄出來 比加比加 第一次進來的話 那個畫面有這裡沒有 它就會請你先登錄來 先註冊一個帳號 登錄一下 那你正常就會像這樣子 就進來了 那標準的話呢 你還會有一個選單 來 我把這個打開 這個打開 好 關掉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有選單 你知道老師也可以變小隻 也可以變大隻嗎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那麼需要老師 我可以大隻一點 好 所以你要縮小一下 來 好 那左手邊這裡 你看到的它其實可以做兩件事情 一個呢 就是錄影 另外一個就是抓螢幕畫面 不過我想抓螢幕畫面還好啦 所以主要是錄影 那你可以選擇 你是要螢幕加網路攝影機 還是只有螢幕 甚至只有網路攝影機都可以 這個地方你可以選擇 再來就是 你要錄的麥克風 網路攝影機是哪一台 原則上它會自動偵測你的網路速度 它會看一下說 你可以錄的是大概哪一個品質的 那如果你是教育 EDU的帳號 你可以去升級 我的部落文章上面有寫 你怎麼樣去升級成所謂的教育版 那你就可以錄到Full HD 就是1080P這個 那如果平常的就是到720 其實720也還蠻夠的 我們一般在螢幕上看也還可以 好 那這樣有沒有一點概念的 那麼如果要錄的時候 假設你有你的頭像的話 像這樣對不對 其實不是只有這樣 各位 我們現在地球日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這樣比較有FU一點 世界地球日好不好 你如果過年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過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樣會不會太花了 OK 可以接受嗎 它就是好處就是它都是圓圓的 當然我們平常都是比較素一點的 像這樣 那麼你按下開始錄影 它就開始錄了 我看一下 它不見了 我的畫面不見了 在這裡打開 好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